从今天起,中国加强了对韩国入境人员的检疫措施,将对所有从韩国登机,飞往中国的入境者进行PCR检测。 如果检测呈阳性,则必须在家中或住处进行自我隔离。 放宽检疫措施后,中国自上月8日起,取消对境外入境人员进行PCR检测和检疫,但仅对韩国入境人员恢复PCR检测和检疫。 中国大陆和台湾人例外,据韩媒报道,此前韩国政府为了自己国民的安全考虑,将暂停向中国人发放短期签证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还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进行了PCR检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方多次表示韩方必须先解除限制,并且已经详细介绍了中国调整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疫情形势, 但少数国家仍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不科学的歧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有理由采取必要的对等措施。 随后韩国政府也表态,即使没到2月28日,如果我们觉得疫情管控氛围内,我们会考虑是否提前取消入境检疫制度和开放短期签证等业务。 分析人士认为,如今因为韩国政府的一意孤行,韩企业商业都无法迎来中国消费者的全面回归, 这也会影响韩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而且让韩方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反而别国会坐享其成,抢夺韩国旅游市场。